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咪 各位沙咪 各位居士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上 那么 我们 上一个讲次 那么跟大家谈到说 这个 达佛七呢 其实目标是很清楚的 他的动机 应该说动机是很清楚的 目标我们还没讲到 就是说动机是很清楚的 那就是 我们感受到临终的时候呢 这个挑战非常的多 那我们的习气呢 也非常的强大 那在临终的时候 本来 平常时候不会感觉 这个 这个有什么执着的 那到那个时候来 就全部浮上水面 那你那个时候要自 要对自就太慢 太慢 那么 这个 自古以来啊 那个南传佛教 跟藏传北传都有这么一句话 意思都一样 他说 他说临终 后悔 这个 这个 于事无补 这个 临终后悔 这个 是最 最为糟糕 也最为令人难堪的事情 因为临终 时候呢 有 但是这个呢 有的情况 更严重的是 你根本连 奥悔的这个 这个 悔心都还来不及 悔心其实是 是很伤人的 悔悔嘛 但是他连 悔悔都来不及 他就被 恶业所迁 恐怕更麻烦 所以我们上个讲次提到 这个 有那个菩萨 他 对他的先生 有这么一个放不下 那这个 在这个时代 这种问题最多 家庭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种 一种情分上面的 这种伤害 或者是 或者是一种不一致 讲伤害 当然肯定是 不是 那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 这个 这种 这种遗憾感 平常你会觉得没事 但是呢 在临终的时候 他会一直扩大 一直扩大 那么我们说 静中功夫 到了 动中来 剩十分之一 那么动中的功夫 到这个 睡梦中来 也剩十分之一 其实呢 这个 中间还少讲一个 睡梦中的功夫 到禅定中 这个禅定中的功夫 到了禅定中的功夫 这个 我们说 我们说 静中功夫 还是指一般的静 应该是讲说禅定中的功夫 你的禅定当中是很静定的 那种功夫呢 就是外在的环境影响是不大的 那么 那么 这样子的功夫 到静中来 静就是 只是静而已 还没有在禅定当中 你要知道 老年无禅定 病中无禅定 灵中 除非大修行人 不然也是无禅定 禅定是需要心力 这样了解吗 所以说 一般我们说 我们禅定中的功夫 禅定中我们可以观察 哪里是不对 哪些事情是怎样 就有功夫嘛 在禅定当中 禅定中的功夫 有十分 到这个什么呢 到了这个 静中来的时候 静就是 静只是 没有禅定 但是静静的这样想 只剩下一分 因为你没有禅定做支撑 那静中功夫有十分 这动中功夫 哇 那就只剩下一分 再动 只剩下 这么一点点 你为什么 因为它就散动了 你无法专注 好了 你在动中功夫还有 还有十分 有这样功夫 那么呢 你到梦中来 梦中 你就难以至迟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做梦 就随梦而去了 梦中功夫只剩一分 这个时候 梦中功夫有十分 灵中功夫 这梦中 已经很难控制了 那么到了 灵中 那更加难控制 那嘛 就是我们说 龟脱壳那种感觉 龟脱壳就是非常敏感 什么敏感法 我上个两个讲师讲过 就好像你的皮肤被火灼伤 那风吹就痛 它就是这样 那个风到 风 地水火风啊 那个风啊 吹到了 很痛很痛 所以临终的时候 我们帮人家注念 不能直接吹风 冷气也不能直接吹到 但是夏天啊 大家帮他注念 他也 他 他热不热 其实他热不起来 那热度一直在降低 所以你热他不热啊 所以你在用冷气 对他还是会伤害的 就是说 不要直接吹到他身上 电风扇也更是如此 像风刀一样 很敏感 那这么敏感 肉体这么敏感呢 他心里也是很敏感 所以心里只要曾经有个疙瘩 他在这个时候就会扩大 听懂吗 扩大就是扩大成十分 就是一万分 一万倍 就这样来 好 这样听懂意思 所以说 这个禅定 静 散乱 然后再来是梦中 最后临终 这样一路这样算上来 都是十分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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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砍掉十分之一 十分 都剩下原来前面的十分之一 所以导过来说 你功夫剩下一万分之一 那也就是 你平常面对的事情 你有一万的力 一万倍的力量压住他 到了反过来 临终的时候 他却有一万倍的力量反弹出来 这样听懂吗 是这样看 当然这是一种 没有那么定性 定量 有这种定性的说法 古德这个说法 这应该是一个经验坛 我不敢说经典上到哪里说到 但是应该是 这是一个经验坛 也算是一种 批率的一个说法 你不要把它真正想成一万 你说怎么样 计量叫做一万 但是他告诉你就说 很危险就对了 平常你没事的 到那个时候会有事 你想想看 我们平常有多少事 你想想看 稍微热一下就不舒服 稍微冷一下也不舒服 电风扇 人家把你拽到他那边 不让你吹 你也不舒服 为什么我本来吹得好好 为什么你把我弄开 这种事情你都可以跟人家争 这种小事都可以跟人家争 你看不起我 这我原来在吹的 我已经拜了 我已经快受不了了 你还把我电风扇拿掉 搞成这样 那时候临终的时候 你有多多少少 还有啊 他有一种经验就是说 本来 这个人你就不想看到他 也不想听到他 连他的名字你都不想听 结果呢 好死不死 临终的时候 他跑来还帮你注念 你想想看 你看起来会死也会死 就这样 这个 这说的也是事实 算 人事已过了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 它当做功德好了 这其实 这个不能叫做幽默 或者怎么样 我们是讲经 幽默可以拿自己的 可以拿自己的这个缺点 或者丢脸的事 来自我调侃 但是我这个不是讲幽默 事实上是讲一件很严肃的事 就是说 你知道吗 人与人相处 有时候真的还是有缘的问题 那么我离开南普陀 我是指台中的南普陀 南普陀呢这个 有这么一个曾经我还在那 当教务长的时候 他 他最后一个学期才来 南普陀佛学院是这样 早期是这样 反正就流水席 什么时候来随时入学 我不管你 反正就读三年才叫我毕业 所以我去的时候呢 他们那个第五届毕业就四个人 那已经算很多了 有读一读流水席嘛 就就走了 就走了 这样 但是呢 待过南普陀的人都会一生都说 他是南普陀的学生 你不知道 我记得 我依稀记得 但是惠律法师到底有没有 他老人家我忘记了 不好意思啊老人家 我忘记你当时怎么说的 他到底有没有读完毕业我也搞不清楚 你有跟他有熟的去问他一下 是这样 好像他读了两年啊 反正就 待过南普陀了 不管长或短 都会觉得说我是南普陀的人 但他不一定说他毕业这样 那我就这么待着 他以前曾经什么事什么事 就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 我印象中嘛 人就是耿直啦 讲话有时候也是粗粗的啦 这样 但出家 好了 后来呢在那边呢 当然这种性格嘛 有时候也难免 跟人家有些什么想法不一样 后来呢 后来我就听到说 他跟有些人呢就有些意见 那有些意见呢也没怎样啊 没多久呢 他疾病 疾病了之后 回到高雄来 哎呦糟糕了 回到他原来不知道什么地方啊这样 那我就知道这样不好 结果最后呢 最后要往生了 最后要往生 要往生的时候呢 就有另外的失误呢 就跟 就跟某些失误讲说 哎 他要往生了耶 但跟我无关 我是 但是 因为这有的都是我学生嘛 那是我侧面上听到 哎他要往生了耶 往他往生要怎样 那个 以前你不是跟他吵架吗 你不是跟他吵架吗 然后怎样 哎 最好不要让他把 跟你们之间的局语 最好不要让他带到 下辈子去 你要不要现在去跟他谈一下 我现在想 好猫 都已经他要往生了 那你要去跟他瞧 然后 然后 然后他讲的那个对象 那个人呢 那个人 也是失误啊 也一副那种 他那个人很难瞧啦 那我一看 哎呀这事情不妙 你到现在 你都认为他很难瞧 很难沟通 那你用这种心情 你去跟他 一个临终的人 两 一不小心又吵起来 那还得了 你听懂我意思吗 而且有时候 临终的人 他会更执着 那你如果不打算 放软 那事情麻烦 这样听懂吗 是不是这样 那像这样 当然后来情况是谁 后来情况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大家终究是道人 我有稍微透露一下 我说真要去的话 你可想好 他是要临终生 这样的人 一切都要以他为主 他说会啦 会啦 教掌你这样说 我知道啦 这样他就去了 去了 不得不得讲了 听说效果非常好 大家呢 他也落泪了 大家握了手很欢喜 这样就对了 但是你看看 你看看喔 还没讲这个话 我还没讲这个话的时候 居然其中还有一位师父说 哎呀他这个人很难沟通 对方都要临终了 你还认为他很难沟通 那你是打算怎样 打算他临终的时候 跟他继续瞧是不是 这样主委了解吗 那要是瞧不好 我一口气不来 我是不是带着恨 去往生 那多可怕 这样你就可想而知 所以 临终到底要怎么样 你放得下吗 可不可以呢 那像有居士 他们夫妻不好 夫妻不好 那我都知道 结果丈夫要往生了 那我就跟那做太太讲说 你以前老怪你丈夫有女朋友 其实后来看一看也还好 好歹他都在家里 那你要不要 他现在要往生了 你要不要放下 他说我要啊 我是想要啊 可是我不曉得他怎样 这样 那 后来我 我有事 没机会讲 因为他那 他那个时间有限 那 刚好 有一位法师也认识他 他们夫妻 我要走了 他来 那那法师也是讲经的法师 我就跟他讲说 法师法师 麻烦一下 如果等一下怎么样的话 你跟他们两位 错和错 这样 然后呢 听说后来也很成功 因为那位法师跟他们没有熟到那么熟 他反而可以用第三者的角度 这样公平的讲 那像这个就是很少有的 这种什么善根因缘 因为当年他儿子有出家一段时间 不长 不长 那儿子有出家 虽然后来还俗了 但终究还是功德 出家是真出家啊 不是假出家 出家一天的功德都很大 所以就避孕了爸爸妈妈 所以 他这个爸爸呢 就这个丈夫呢 其实 人也是理性的啦 就是也是很帅子的 所以我是觉得有可能 这样 那这些是遇到我们呢 我们是出家人 而且出家了算这么久了 基本上也受到他们尊重 这样子 我们当然讲话OK啊 是吧 但一般人没机会 一般人没这个机会 连我们这样子的身份 我们要去撮合 在临终的撮合 其实我们都 都还存了一个保留说 他会不会反弹 会不会 会不会缩得动 这样子 这都是我们 很脚踏实地的经验 都不敢保证成功 是这样 那还有曾经有一次在南普陀 南普陀呢 在广化和尚在的时候 他们 除了那个 七月十五做一个蒙山 早年了 蒙山没中心 然后呢 再来就是有帮人家 有帮他比较熟悉的居士 做一个简易的助念 临终做 没做佛事就助念 那我在那边当教务长的时候 我继续保持这样 但是呢 就不让佛学院的学生去 因为我已经把他弄 我已经把他分割成 常住宗跟佛学院 所以佛学院继续上课 常住宗去 那有一位 是新田长老的徒弟 原自辈 原自辈 新田长老徒弟都是原自辈 但是他一生 都住在南普陀 现在还住那 人很好 跟我 跟我关系也很好 辣很长 欸 他辣长 要好要念佛 那 那次呢 人家有一个 老和尚的老信徒 往生 一个老太太 也是老信徒了 那我说 老法师啊 那个 你马上带五六个人去助念 他就去 去的时候没多久呢 那时候才刚有手机 我没有 他打电话来 打电话 借着他们家谁也打电话 打电话 急急如律令啊 那很急 那我上完课 哦 那个资客师 不不不 赵客师啊是个杀咪 急得要命 他说是 教掌教掌 那个 哪位法师啊 那长老法师啊 打电话找你 找好几次 我说哦 我刚快接 他接 他就问我 说 欸 念不动呢 念不动 念不动 一口气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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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老信徒 怎么会这样 我就说 你现在 先别急 先把他女儿 找来 我问看看 他在电话中 那老法师 那人比 那时候他还没有很老了 那时候大概六十多岁了 现在当老法师了 那老师傅 有时候不好问 那我在电话中问他女儿 说 那个 哦 你是某某人啊 的女儿 好 我想了解一下 你妈妈现在这样 你妈妈到底有什么放不下 没关系 你告诉我 他说哦 那他知道是教务长 他也很尊重 广化律师嘛 那广化律师的教务长 他就会跟他尊重 他才讲 他说他妈妈 他 他哥哥 刚从美国赶回来 在路上 应该不是他 那这样是谁呢 他说应该是他妹妹 他妹妹呢 就老老大大没结婚 然后呢 这个怎么样 我妈妈应该是这个放不下 他常常谈这个事 哦 是这样 那我就 那我就 请老法师来 那个老师 那个师父来接电话 我就跟他讲说 你哦 把电话拿给他 拿我的电话中跟他讲 后来还是 他也有讲 就讲什么 讲说 老菩萨 你尽管 跟阿弥陀佛去 你女儿那个 结婚的事情哦 包在师父身上 骗死人了 你懂吗 为什么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 哎呀 师父很多信徒 会介绍呢 这个佛教徒给他 所以你放心 你一身护持难补陀 功德很大 你尽管赶快跟阿弥陀佛去 女儿事情 包给师父就对了 师父愿意包 这事情他当然相信 我心里寒寒的 我去哪找 他老公嘛 但是呢 我现在为了助人啊 你怎么样 先让他走人再说 懂吗 你还在猶豫的话 业障又现前 那都是 他就一 听了相信 四十分钟 就把他念死了 就一次搞定 这样你就会知道 那是因为师父面子大 而且跟他们关系有 那他是 广化和尚那边 这个老信徒 所以他就纯 他就是打算接受你就对了 你就跟我讲个转语就对了 我讲到转语 我在上课当中我也讲过 就有个老法师 讲经的老法师 不要猜谁啦 但不是 不是庙镜长啦 不要乱猜 那 他往生了 台湾的老法师 他往生了 往生了之后 有一位法师 跟他很好 那讲这个故事的 就是那位法师 我呢 我其实不太认识他 但这位法师 有在电视上看我奖金 其实他年长啦 他腊长啦 那什么情况 在屏东某个比丘尼寺院 重新翻修 重新开光 请呢 这个 我的医子律师 那个 道海律师啊 去 去开光 讲开示 可是那里呢 南部嘛 屏东嘛 这这这这讲台语嘛 怎么办 那我去帮忙翻译 所以我就监视者又翻译 我什么事都干 跟长老我什么事都干 也会帮他削水果 那好 那那就去了 去了他们正在做佛事 那我就在后面等 就这个时候那位法师呢 好像也要准备做五共 他负责五共中尊呢 他看我来了很高兴 就有一搭没一搭聊 欸 他就会把这个事情跟我讲 我猜他认为我有讲经 他希望我把这事情传出去 所以我现在我讲第二遍 他 他就故意跟我聊一件事 他说某位长老 等我们就不说谁了 那我他跟他私交很好 往生了 往生了的时候呢 反正就做佛事 那后来呢 要火化 送到某处去火化 对不起啊 这事情我都不能讲 尊重老法师 所以我都不讲哪个地方 但 是火化的地方就对了 好 那火化 他 不用 不用那种所谓的 煤油的那种 煤油那种 不容易留下的色粒子 温度太高 所以他找的是某处 用柴燒的 那这位跟我讲的法师 因为跟他私交很好 他就一起送上山头 送到那个火化场 那送到火化场呢 做做仪式 要等火化 要等火化 一般要等火化 然后就等在那 就停救在那里 那大家准备去用个武哉 这样 大概就吃便当了 他就来 有个念头 怪怪的 就来 特别是走走走 就走到那个 老法师的灵柩前面 这个灵堂 这个灵柩前面有个牌位 一走到那 不得了 我现在讲起来都 都起鸡皮疙瘩 怎么样 闻到不该闻的味道 腐湿味道 非常之浓 不对啊 不对啊 怎么会有这种味道 而且他就在座椅 从哪来 一座椅 乖了 从牌位那边来 他更觉得奇怪 你修道人都有一种灵犀点通 他就走过去 就看老法师的像 跟牌位 心里就这样想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让我这样 就譬如说 我母亲 我母亲 养母啊 不是往生吗 往生了在哪里呢 在光云寺 知道光云寺的人举手 只有我们杨师傅知道 光云寺知不知道 没人知道哦 Google一下 误谷歌就知道 他是我师公的一个比丘尼徒弟 建 那里有一个祖云纪念堂 那么他对我师公非常的尊敬 孝顺 这样 所以就唯一的纪念堂在那里 清凉士本来有说 我师父本来有说 要做祖公的纪念堂 后来好像没听 没经验 然后就在那里呢 这个 我母亲啊 往生在那边 后来就佛事都做好了啊 要安慰 要安慰的时候啊 总是要送再叠一个水果嘛 在那 叠完了水果 我当然已经很操劳了啦 冬天 很操劳了 又要打佛妻 又要做他的佛事 我还睡在他的棺木旁边 守灵 我该做我都做 然后呢 终于 已经 海贡 也完了 最后一个就是 那个 会见师 那个比丘尼 会见师 他就说啊 那这样我们有功德堂啦 你老菩萨就 立牌位在那 他非常的 这个比丘尼我要再次的感谢他 他现在他已经往生了 他非常用心 他还去为我母亲 磕了一个木座的 那种很大的牌位 我就安慰 在那里安 安完了 恰恰安完 无风无浪 无什么事情 也没地震 就摆在那里的水果呢 掉一粒下来 我心里有问 什么事 就自然会问 我就笑出来了 他最爱弄 柳丁汁给我吃 那那个就是柳丁掉下来 冬天柳丁最粗 凶寸 所以我就说啊 好啦 今天中午问问看常住 看看是不是买个柳丁 弄一些我们大家公众 我也吃 我这样一讲 当众这么一讲 我心就开了 就没事了 那就是他的意志 那是他的意志 好啦 在极乐世界一样呢 一样可以这样做 那是心念的关系 那我们讲回这个法师 那个法师 味道很重 他跟我讲的 他说他去找 怎么会有这种味道 不对 他说他说 从牌位那传出来 不对啊 要嘛就是从棺木灵鹫那传出来 怎么会 从牌位传出来呢 他就知道了 那他们好 好朋友嘛 他心里就大大的问 什么事 问的时候他就心静下来 就感受一下 希望他讲个专誉 就是说老朋友你来送我 我还是有一点想法 不一定叫做放不下 但告诉我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意最好 我们老朋友一场 你告诉我 他就跟他讲专誉 意思就是说 极乐娑婆世界无一可恋 老同参 你看 人间的事 我们到此为止 好友一句话劝你 跟欧弥陀佛去 他就这样讲的 讲的这个记者 私下讲 中边都没人 很坚定的这样对他讲 讲完了 讲完说时时哪时快 刹那之间味道没有 你看 他全身舒服 通透 放下 像冒冷汗 像那个 像那个 大病好掉那种感觉 哦 他自己很舒服 跟我讲的就这位法师 他亲口跟我讲 讲 你看看 这都是 这已经都要灵火化了 都还有这种姻缘 不能说老法师放不下 应该说老法师在等待一个转语 那是他有老同参 什么叫转语 就是在犹豫之间 你告诉我该怎样 你比如说我们要买手机 哎呀这个这个都不错 这个牌子这个长相这个不错 这个价格这个价格这个 功能这个功能这个 老在犹豫 有个朋友来 哎呀买这个啦 这个有什么样子呀 他没有什么理由 选A还是选B 这个时候呢有个朋友 跟他讲选A 他就选A了 这样你听懂意思吗 这就是转语 转语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 我有一点念头没转过来 在可无之间 你是我信任的人 或者是一位大德 你就 你一句话我听你 这个意思 这样懂吗 转语 还有第三种转语是什么 我在要开悟不开悟之间 他不能说破 但是给你一个什么 给你一个冲撞 给你一个诱因 你跟他有大姻缘 他讲这个转语 你转出来 开悟 很多种意义上我们讲转语 他在这件事情的意义上就是 最后一点点 想要听听老同参的意见 他好去极乐世界 你看看 他是讲经说法 劝人往生的人 当然了这个转语 也不一定意味着他起颠倒了 有时候是 要考考老同参的道疑 跟悼念 有时候也会这样 这不一定 但是你可想而知 如果你也需要这个转语 而没有人 如果是我们临终的时候起颠倒 没有人跟我们讲转语 我们讲临终开示 在讲这个 不是漏漏腾 不是长啰啰的这样 啰哩巴说的说 他临终 他身心是很磊落的 他要你的就是很强而有力的两句话 这么一讲 他听懂就走人 越短的话是越有力量 你要知道 但是要讲对 要讲对 另有时候就是要灵犀点通 道友之间 有一种信任感 才管用 这样知道吗 像这些都是临终的状态 我们感觉到都是不错 或者是说还好擦边球 让人感觉就是说就这样过了 不然看怎么办 你看我讲了三个事 跟昨天加起来四个事情 这个老法师的转语 还有那个老菩萨 那个老菩萨女儿没嫁人 是这样 当然把我母亲那个不一定算进去 那个应该不算进去 就是拿来 拿来证明说 这个知识会有转语的需要 不是 拿来说 它是会有感应的可能的 这样 所以你看 今天又讲两个 就让你知道说 临终 其实是很多元的状况 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没办法面对那些多元 我们怎么猜 我们会遇到什么事 所以有三个原则要注意 第一 持戒 让造罪的情况减到最低 从现在开始学持戒 学吃素 让造罪造恶造对立 造杀业的情况 临终杀业现前是最可怕 没得逃 他能追得上你的话 一定是带恨而来 杀业 当然还有情业这些 那么就是 情业是第二种 第一种守戒 临终不生悔 第二种 学放下 要学放下 你在万佛寺打佛妻 你就要放下 放下什么 偷偷打电话的动机 干嘛 家里怎样啦 那里怎样啦 你要当做你来出家 不要当做你死掉了 你会害怕 当做你来出家 手机被师傅没收了 想成这样 有什么天大的事 你都在打佛妻啦 你家要是起火灾 他会打电话来常住 你不要去接手机 你不要再去看 有谁留什么话 不要 就学放下 你要想你临终状态 你来万佛寺就是准备临终 家人都没办法联系你 这些诸上善人能够帮我助念 多好 要这样想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叫学放下 我第一天我不讲吗 第一个讲之后就讲 我说眼不相接 对面不相似 要这样做 眼不相接 眼神都不相接 所以连行堂也不要 没有没有没有 行堂不要去搞推销 懂吗去租 你可以这样走过去 懂吗 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剩菜 怎么办 是这样 那需要菜的人怎么办 看到了对不对 就把菜盘往前推 你不要这样 行堂还这样教人家 诱导人家讲话 都不对了 弄给他看 不要了 你就这样走过去 慢慢走过去 你要的人就推盘子出来 也不要这样搭便车 诶 诶 诶 我这里要 你是干嘛 招taxi还是怎么样 招计程车还是怎样 没有啊 要是人家跟你招 你就不要理他 他犯规矩了 这样这个动作就是讲话的动作 叫做默语 手在招呼就不对 这样懂吗 所以你眼睛 行堂的人看着他们 那过堂的人不要去看 就看食物就好 推出来就要 所以你可以慢慢走过去 有剩食物的话是可以的 就沿一下子是可以 但是不要对接 都放下 所以说你要这样想 万佛寺来了 你就是放下家里 所以第一种持戒 第二种放下 第三种呢 就是念佛信心坚固 不动摇 你要知道 阿弥陀佛一现前让你看到 就极乐 这就讲到目的了 我们打佛妻 要兼顾信愿 兼顾信愿 最强而有力的保证是什么 见佛 佛妻是要见佛的 或见极乐世界 好歹见莲花 不能够亲眼见梦中见 就是睡梦中见 就求梦 求梦 晚上继续用功啊 一万声有没有念完啊 你们都没念哦 糟糕啊 没念就是 没达到标准哦 你那个饭钱要还我 要念完一万声 那念念念念念 念完了啊 念完了 在佛前或者在大殿外面 已经大殿门关起来 大殿外面 求阿弥陀佛 清净海中 让你梦到 梦到他 可以的 但不能妄想要见哦 不能 要真心诚意 是可以 愿我临终 能够信心坚固 我 我现见阿弥陀佛 好 可以的 像这样就是 老婆妻 求信心坚固 这三样 你做好了 临终什么事情 就 就减得很低了 这样听懂吗 持戒 没有二元 放下 你临终不会有那个 放不下 什么都学放下 学放下就是修福报 把你最爱的钱 身心的娱乐 都贡献给三宝 这样最好 来做志工 没钱来做志工 有钱来做志工之外 再供养钱 你不能说那这样的话 没钱的不用供养 为什么我是有钱的要供养 因为有钱增加执着啊 人家没钱 临终不需要讨论遗产的问题啊 你有钱啊 你的遗产要早一点解决啊 懂吗 懂什么意思啊 万佛寺的账号要知道 你就直接拨到万佛寺上 真的是这样子 已经很多居士 还有很多出家人都是这样做的 就请万佛寺接他的地啦 接什么 当然是很难接啦 是这样 这样懂意思吗 就是要学放下 越多的你要越供养出来 你才不会执着 这就是修福报 同时学放下 最后 就是打佛期 临终 让你的念佛的 信愿坚固 这样子 就有保证 好不好 我们大体将讲到这 我们晚上开始 看有什么要补充 不然我们就要开始讲经文了 产生这种意乐 产生念佛的强大意志 好 我们现在回一项 准备过堂